新书记第十六章 立位的真孙 哥侠的孙子 以示他的儿子可拉 和吕变子孙中 以利亚的儿子大滩 雅比兰 与比勒的儿子安 并以色列会中的 二百五十个首领 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 在摩西面前 一同起来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说 你们擅自专权 全会中 各个既是圣洁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为什么至高 超过耶和华的会中呢 摩西听见这话 就虎虎在地 对可拉罕他义党的人说 到了早晨 耶和华 必指示谁是属他的 谁是圣洁的 就叫谁亲近他 他所拣选的是谁 必叫谁亲近他 可拉 你们要这样行 你和你的义党 要拿香炉来 明日 在耶和华面前 把火沉在炉中 把香放在其上 耶和华拣选谁 谁就为圣洁 你们这立位的子孙 善自专权了 摩西又对可拉说 立位的子孙 你们听我说 以色列的神 从以色列会中 将你们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近他 办耶和华 照目的事 并站在会众面前 替他们当差 耶和华又使你 和你的一切弟兄 立位的子孙 一同亲近他 这起为小事 你们还要求 祭司的职任吗 你和你一党的人 聚集 是要攻击耶和华 亚伦算什么 你们竟向他花怨言呢 摩西打花人 去照以利亚的儿子 大滩亚比兰 他们说 我们不上去 你将我们 从流奶与蜜之地 领上来 要在旷野杀我们 这起为小事 你还要自立 为王侠管我们吗 并且 你没有将我们 领到流奶与蜜之地 也没有把田地 和葡萄园 给我们为业 难道 你要弯这些人的眼睛吗 我们不上去 摩西就甚发怒 对耶和华说 求你不要享受 他们的贡物 我并没有夺过 他的一匹驴 也没有害过 他们一个人 摩西对可拉说 明天 你看你一党的人 并亚伦都要站在 耶和华面前 个人要拿一个香炉 共250个 把香放在上面 到耶和华面前 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 于是 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 盛上火 加上香 同摩西亚伦 站在会幕门前 可拉召聚全会众 到会幕门前 要攻击摩西亚伦 耶和华的荣光 就向全会众显现 耶和华小遇摩西亚伦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 把他们灭绝 摩西亚伦 就抚服在地说 神 万人之灵的神啊 义人犯罪 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 耶和华小遇摩西说 你吩咐会众说 你们离开可拉大滩 亚比兰帐棚的市围 摩西起来 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 他吩咐会众说 你们离开这二人的帐棚吧 他们的物件 什么都不可摸 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 与他们一同消灭 于是 众人离开可拉大滩 亚比兰帐棚的市围 大滩 亚比兰带着妻子 儿女 小孩子都出来 站在自己的帐棚门口 摩西说 我行的这一切事 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 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 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 这些人始弱与世人无异 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 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 倘若 耶和华创作一件心事 使地开口 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 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 你们就明白 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 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 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 都吞下去 这样 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 都活活的坠落阴间 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何必 他们就要从会中灭亡 在他们视为的以色列众人 听他们呼嚎 就都逃跑 说 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烧灭了那现香的二百五十个人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分析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沙 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 把火撒在别处 因为那些香炉是剩的 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 叫人垂成片子 用以包谈 那些香炉 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 所以是剩的 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 于是 祭司以利亚沙 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 人就垂出来 用以包谈 给以色列人做纪念 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 不得进前来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免得他招可拉和他异党所招的 这乃是要耶和华借着摩西 所吩咐的 第二天 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愿言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 向会目观看 不料 有云彩遮盖了 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摩西亚伦就来到会目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他们二人就腐乎于地 摩西对亚伦说 拿你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沉在其中 又加上香 快快带到会众那里 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 跑到会中 不料 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 他就加上香 为百姓赎罪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 遭瘟疫死的 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 亚伦回到会目门口 到摩西那里 瘟疫已经止住了 瘟疫